大家好,我是帕尔西 今天要介绍一款远程控制硬件 向日葵空空AR 这就是机器的本体 来看一下有什么接口 一个HDMI OUT 一个USB接口 然后是网口USB B HDMI IN 电源接口 这边有一个复位键和一个TF卡插槽 正面这里有一颗指示灯 底部有四个脚垫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配件 一本说明书 一个12V1A的电源适配器 一条用来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 那么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平时远程控制不是装个应用就行吗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硬件呢 那么最直观的区别就是 有了这个硬件 你的电脑不需要装任何应用 都可以远程控制 接着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使用iPad在远程控制着一台电脑 但是这台电脑它是没有连网络的 之所以能够远程控制它 主要是通过这台空空A2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 先将空空通链 然后在手机上面使用向日轨远程控制这个APP 连击加号 添加智能硬件 空空 绑定空空 这里先演示通过WiFi绑定 手机上面连接空空发出来的WiFi热点 让手机与空空之间建立联系 然后这时就可以选择空空想要连接的WiFi了 它只能连接2.4G的WiFi信号 完成后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访问密码 这样就成功的将空空与我们的账号进行绑定了 这时我们点击新添加的设备 可以选择桌面控制或者桌面查看 之后输入访问密码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因为现在这台空空还没有连接电脑 我这里使用这台迷你电脑主机来演示 使用HDMI线将它与机器连接 然后数据线的USB-A连接到电脑上 另外一头连接到机器上 这样就可以远程查看或者控制这台电脑 当然不只是手机 我们使用iPad也可以来远程控制 用其他电脑也可以 毕竟向日葵远程控制 目前在三大操作系统上都有对应的客户端 而且不仅于此 即使你不装它的客户端 你还可以通过使用浏览器远程控制 那么它和使用向日葵远程控制应用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电脑上无需安装任何软件 毕竟控孔是通过物理层来实现远程控制的 第二,只要控孔有网络就可以远程控制电脑 所以它是不管你的电脑有没有联网的 而控孔除了刚才演示的通过WiFi来联网之外 它还可以通过网线来联网 或者通过4G网卡来联网 第三,即插即用 我们可以在电脑本来就运行着的情况下 将空孔连接上去 这样就把本来输出到显示器的画面 给输出到空孔上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远程查看电脑的画面 如果想操控电脑 就需要连接空孔的数据线 如果你既想通过空孔来远程控制 同时显示器上面还有画面显示 那么就需要将空孔的HDMI OUT 通过HDMI线与显示器进行连接 其实就相当于创联了一个空孔进去而已 所以就来到了第四点 通过空孔来远程控制 我们只能通过鼠标、键盘来控制电脑 所有的操作都是可以看见的 因此它也可以做到一些软件层面的 远程控制应用所做不到的 例如远程控制BIOS 所以你甚至可以用它给其他人装系统 最后来总结一下 简单来说这台向日葵空空AR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远程显示器加虚拟键盘 所以它才能够实现物理层面的远程控制 而除了Windows系统之外 你还可以使用它来控制MacOS和Linux 这里我在我的这台Ubuntu服务器上面使用 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的 所以这台空空AR可能比较适合 售后或者技术支持的人群应急使用 它技差技用的特点适用于远程解决问题 同时空空AR也是目前IPKBN设备中性价比最高的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喜欢看到这里的你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